我看到我们有一些老朋友新来了 回来了 感谢主 今天我想继续跟大家一起看 以利亚 以利亚生命中的突破 以利亚经历四大突破 今天我们来看第四个方面 开始以前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恭敬地把今天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 父上帝你是我们的天父 是我们的爸爸 求你为你圣民的荣耀 复兴你的工作 赐福这讲台的信息 愿你完全彰写 愿你的仆人在你的荣耀中被隐藏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说 以利亚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 只是他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 什么叫做一样的性情呢 你知道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情 这个性情的共性 我们有害怕 以利亚他也有害怕 他害怕得罪权贵 他害怕危机自身的安全 我们有羞涩 见到人有点不好意思 有点内向 这个穷相辟然 没有勇气去直面这个权贵 他也有 我们有理想 他也有理想 每个人都想过上一个安稳 附属的平静的生活 我们希望被认可 他其实也希望被人认可 害怕被嫌弃和拒绝 所以你看当以色列人拒绝他的时候 他显得是如此的沮丧 但以利亚却经历了 他从人性的这个性情突破 到达神性的性情 正像彼得后书一章十四节所说的 他又将又宝贵 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叫我们既脱离世上 从秦以来的败坏 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简单的说 突破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像以利亚一样 从人性的性情突破到 跟上帝的性情相近 也就是说 因靠着上帝的突破 他与上帝之间的障碍 也就是说 从地上起于来的败坏 被他突破了 他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我们简单的可以把 以利亚这种 从人性的性情 到神性的性情 与神契合的突破 可以分成四个方面 首先他舍己 豁出去了 侍奉上帝 那个时候他不在乎 为主去受苦 或者是我该怎么活下去 他把这一切放下来 第二个方面 他的突破呢 这是虚己 藏起来 彰显上帝 不在乎人 怎么去看我 第三个方面 无我了 仰望主 亲近上帝 我该怎么活 我该怎么生活 他完全没有生活的来源 他不在乎这一切 神叫他去 杀了法的寡妇 那里他去了 先叫他去激烈的 那个基伦西旁 他也去了 靠乌鸦 靠寡妇 去养活他 最后他去真正的实现了 他直面他的自我 唯独上帝 这个死掉了老我 丢掉了面子 那我们看到 最后一个方面 以利亚是怎么样 激烈他生命最后的突破 也就是说直面自我的突破 其实是最难的 我们的里面 往往隐藏着一个自己 不敢跟别人去看 自己也不敢去深想的 但以利亚终于去直面了 他真正的自己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 后继薄伐 以战成名 那以利亚破斧成州 迈开他侍奉的第一步 然后他须及隐藏 增进了跟上帝亲密的关系 完全顺服在生成中 激励上帝 这个过程呢 他经历了很长的时间 至少在第三个阶段 他就经历了三年半的操练 这个时候以利亚的灵性 变得更加的成熟 他与神的关系 也就更加亲密了 经过三年半以后 上帝命令以利亚说 你要回归于社会了 这个三年半以前呢 他在撒玛利亚 向亚哈宣告了神的惩戒 如今上帝让他 再回到那个地方去 直面亚哈 呼吁以色列民悔改 也给以色列人 救下降命的恩语 所以圣经一开始 讲到以利亚 在这一段的侍奉就提到 亚哈 见了以利亚 便说 使以色列人遭灾的 就是你吗 以利亚说 使以色列人遭灾的 不是我 乃是你和你的父家 因为你们 离去耶和华的诫命 去随从巴黎 现在你当差遣人 召聚以色列众人 和侍奉巴黎的 那四百五十个先知 并耶稀别所供养 侍奉亚舍拉的四百个先知 使他们都上加密山 去见我 那在过去的三年半的时间里 亚哈是到处寻找 以利亚 这个属灵的瞎子 以为 以利亚的咒诅 带来了以色列的灾难 他不知道 离去上帝就是咒诅 敬拜巴黎 才是他们遭难的照应 巴黎呢 是这个迦南人最崇拜的偶像 巴黎人其实有很多的偶像 但是他们最崇拜的偶像 就是巴黎 在迦南的诸神中间 巴黎是专世生产 管理五谷 六畜 以及这个人丁繁荣的神 这个偶像 他代表的是权力 财富 性和繁荣 所以 只要贪爱世界之繁荣的人 无不是在 默拜巴黎 但如今上帝就是要让 以利亚的侍奉 让以色列人看到 他们所侍奉的 专门去 这个 生产 将雨水的滋润地的 那一个偶像 什么都没有了 而且是 他们离去的业佑华 才能给他们带来 真正的供应 这是上帝 要以利亚侍奉带来的目的 圣经接下来说 亚哈就差遣人 召聚以色列 众人和先知 都上加密山 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 你们心持两意 要到几时呢 若耶和华是神 你们就当顺从耶和华 若巴黎是神 就当顺从巴黎 你看下面这句话很有意思 众民一言不答 和今天许多 这个人的信仰一样 以色列人崇拜的 莫不是金钱名利的巴黎 他们一方面听说过 其实也看到过 耶和华的大人 一方面又离不开巴黎 给人所画的那个馅饼 他们希望有一个神明 但是他自己能够控制 至少能够做交易 满足他们欲望的 一个超自然的神明 所以对信仰的事情 总是心持两意 对先知性的呼唤 是一言不答的 他们在沉默 在观望 看谁能给我带来好处 我就崇拜谁 就像今天许多人 把敬拜耶稣 当作巴黎 把耶稣当作巴黎一样 去敬拜 希望耶稣带给他们 巴黎化下的献饼 财富 权力 信圣 他们对任何可能影响 他们利益的宣信 基本上都是保持一言不答的 圣经接下来说 以利亚对众民说 做耶稣华先知的只剩我一人 巴黎的先知却有四百五十人 当给我们两只牛犊 巴黎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 切成筷子放在柴上 不要点火 我也预备一只牛犊 放在柴上也不点火 你们求告你们的神 我也求告耶稣华的名 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 众民回答说 这话甚好 你看跟前面一言不达 形成鲜明的对比 此前其实亚哈的宰相 俄巴黎已经告诉以利亚 以利亚也很清楚 他曾经在耶稣别屠杀 耶稣华先知的时候 藏下了一百五十位 耶稣华的先知 他说人人都知道 其实以利亚也知道 但是在伊利亚的心目中间 依旧是做耶稣华先知的 只剩我一个人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 还是这样的宣讲 也许吧 在他的眼睛里面 那些在重大的罪恶的面前 都保持沉默的先知 可能根本就不算先知吧 所以他说 做耶稣华先知的 只剩下我一人 在这前后的两章圣经中间 他至少宣布了 四次类似的话语 面对在耶稣华与巴黎之间的选择 众民是一言不答 因为他们希望耶稣华的力量 又希望巴黎给他们的献变 就是财富地位名义 他们一个都不愿意得罪 但面对谁能降火 他们确实说这话甚好 因为谁能降火 意味着可以观看神迹 又不需要伟生上帝自己 人人都觉得这话甚好 就像今天许多人 他渴望的是信仰的体验 而不是信心的本身 希望信仰带来好处 而不是对信仰有任何的伟生一样 以利亚对巴黎的先知说 你们既然人多 就当先挑选一只牛犊 预备好了 求告你们的神 却不要点火 他们将所得的牛犊 预备好了 从早晨到午间 求告巴黎的民说 巴黎啊 求你阴云我门 却没有声音 没有阴云的 他们在所住的坛 四周踊跃 到了正午 以利亚细笑他们说 大声求告吧 因为他是神 他或默想 或走到一边 或行路 或睡觉 你们当教训他 他们大声求告 按他们的规矩 用刀枪自割自刺 直到身体流血 从午后直到现晚祭的时候 他们狂呼乱叫 却没有声音 没有阴云的 也没有理会的 你看圣经用几个短句说 没有声音 没有阴云 也没有理会的 偶像其实是 私欲制造出来的幻影 当然了 撒旦就会借着人的私欲的偶像 来迷惑人 也就是说 偶像源自私欲 背后有邪灵的力量 但是呢 在真正的信仰的面前 偶像的崇拜 一定是 没有声音 没有音韵 也没有理会的 信仰接下来说 以利亚对众民说 你们到我这里来 众民就到他那里 他便重修 耶和华 已经毁坏了 耶和华的坛 以利亚 照 雅各 子孙之派的树木 取了十二块石头 用这些石头 为耶和华的民 筑一座坛 在坛的四维挖沟 可荣谷 两续亚 又在坛上摆好柴 把牛 切牛毒切成筷子 放在柴上 对众人说 你们用四个桶 沉满水 放在 繁济和柴上 倒在繁济和柴上 又说到第二次 他们就到第二次 又说到第三次 他们就到第三次 所以牛在坛的四维 沟里也满了水 以利亚所有的心愿 莫不是让众民说 你们到我这里来 要将以色列众民 重新带到上帝那里去 这其实是以利亚 终生的心愿 他不求民不求利 他其实只求这一点 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莫不是重修 已经毁坏的耶和华的坛 他和他后来的学生 以利沙都是一样 以利沙说 现在岂是指托道员 建房子的时候吗 不是重建耶和华信仰的时候吗 重建以色列民 对上帝的信仰 重修那个祭坛 是他终生的心愿 正经接下来说 到了向晚祭的时候 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 亚伯拉罕 以撒 以色列的神啊 耶和华 求你今日 使人知道 你是以色列的神 也知道 我是你的仆人 又是奉你的名 行这一切事 耶和华 求你应允我 应允我 使这名 知道你耶和华是神 又知道 是你叫这名的心回转 于是 耶和华降下火来 烧尽繁祭 木柴 石灰 尘土 又烧干沟里的水 众民看见了 就伏伏在地说 耶和华是神 耶和华是神 以利亚对他们说 拉住巴黎的先知 不容易一人逃脱 众人就拉住他们 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 在那里杀了他们 经过耶罗伯安 到亚哈阿尼亚哈王朝 中间有六十多年的时间 差不多三代人 这种对信仰的不断的折腾 不断的拆毁以后 耶和华的祭坛已经毁坏殆尽 信仰的痕迹几乎在以色列人中间 都找不到了 祭坛都被他们拆到 因为那个时候 敬拜耶和华的国家 变成了一个敬拜巴黎的国家 你很难想象 六十年的时间 是一个敬拜上帝的国家 变成一个敬拜巴黎的国家 我希望这样的事情 不会在美国发生 到以利亚的时代 以色列民已经分不清 耶和华和巴黎 到底谁是真神的 可能老一般 六十年前的人还记得 六十年以后的年轻人 他们完全不记得了 上帝的信仰 对他们显得如此的陌生 因此以利亚呼求上帝 借着大明显的特殊的神迹 来泄明耶和华是神 以利亚是他的先知 好叫以色列民回转 其实这两点 才是他所祈求的 让他们知道 以色列民回转归向神 上帝的子民 最大的悲哀 其实莫过于此 不认得 不记得 那创造他们 养活他们 救赎他们 与他们建立了 蒙约的关系的上帝 以及上帝 托付给他们的使命 现在的教会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和我们有多少时候 记得我们跟上帝 立过约呢 有多少时候还记得 上帝托付给我一个使命呢 我今天是在完成 他的使命吗 感谢主啊 借着天降圣火 接受祭祀的神迹 众民看见了 就伏伏在地说 耶和华是神 耶和华是神 至此 理智上当初一言不发的 以色列民 终于承认了 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 伊利亚也激发了民众的热忱 一战成名 摧毁了耶西别圈养的 850个假先知 你看接下来 当偶像摧毁了 当人回归了父神 上帝的恩典就领到了 历史其实有这个规律的 人什么时候离弃上帝 什么时候跟上帝一起来的 财富地位民主的好处 就都来了 什么时候人离弃上帝 跟上帝所来的一切的好处 和祝福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国家的伟大 其实不是源自于他制度的伟大 而是源自他信仰的伟大 过去的美国的宪法 跟现在的宪法一样 但恐怕没有人去相信 十年前的美国 跟十年后今天的美国 还是同样的一个美国 社会变得很多很多 说变得是什么 不是法律变了 不是制度变了 而是人对上帝的信仰变了 所以当偶像被摧毁了 恩典就领到了 四十一节说 以利亚对亚哈说 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 因为有多余的响声 以利亚哈就上去吃喝 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 其身在地 将领伏在两袭之间 对仆人说 你上去向海观看 仆人就上去观看 说没有什么 他说你再去观看 如此七次 第七次仆人说 我看见有一小片云 从海里上了 不过如人手那么大 以利亚说 你上去告诉亚哈 当套车下去 免得被雨阻隔 撒拉间 天因风雨黑暗 降下大雨 亚哈就坐车往激烈去 以利亚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 他就树上腰奔在亚哈前头 知道耶稣列的城门 回归的背后是接纳 回归的背后是接纳 回归的背后是一字 信心的背后是意象 恩典的背后是希望 因此你看好 此刻依旧是万里无云 以利亚信心的耳朵里面 却已经听到了多余的响声 我多盼望在这一刻 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混合股华人的教会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听到 圣灵恩雨的响声 看撒拉间 天因风雨黑暗 降下大雨 什么叫撒拉间 撒拉间就是想不到的时候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离弃上帝 就离弃了恩典的全阳 回归上帝 恩典的大门就打开了 圣经说 耶和华的灵 降在以利亚身上 他就树上腰 奔在雅哈前头 直到耶稣列的城门 耶和华的灵是能力的灵 耶和华的灵也是喜乐的灵 当以利亚飞快地 超越雅哈的战车 在恩典的风雨中 奔向耶稣列的时候 他的心里 依旧是充满了希望和喜乐的 但问题是 以利亚祷告两件 让他们知道耶和华是神 让他们的心归向耶和华 以色列人真的归向耶和华了吗 我们继续往下面看 第二点 直面真相 揭开真我 伊利亚这个人不贪名 不爱你 不爱自己 不求公民 甚至不在乎他生成的需求 他所在乎的 莫过于以色列人那一刻的宣信 耶和华是神 耶和华是神 其实他不仅仅宣告耶和华是神 他还希望以色列的心 回归于真神 但如果我们以为这回光反照的宣信 真的是以色列人认罪悔改 民族复兴 那其实就低估了巴尼所代表的民意地位金钱信 享乐在人类心中根深低估的毒根了 我们继续往下面去看 这个去看 第十九章 《猎王记》上十九章 第一节 亚哈将以色列人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西别 耶西别就差人去见伊利亚 告诉他说 明日若在这时候 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 愿神明重重地降伐于我 见到耶和华如此伟大的神迹和恩典 国王亚哈信服上帝了吗 他没有 他不是去接待先知彻夜长谈 他不是到处去找先知吗 就找了三年半了 今天第一次见面 接下来不应该好好跟先知彻夜长谈 寻求真理重新回到上帝那里去吗 不是的耶 他是重新回到了敬拜巴尼的王后耶西别那里去 耶西别是西邓王接巴尼的女儿 耶西别这个名字的意思呢 就叫做颂扬巴尼 巴尼是丈夫的意思 亚哈欺怯成群呢 他偏偏回到耶西别那里去 为什么呢 这说明他的身心灵都已经离不开巴尼了 耶西别的灵已经深深地捆绑了他 他没有让向先知去问道 却向耶西别去汇报 就觉得很有意思 没有去悔改 却又回到耶西别那里去 说明哪怕见到了大明显的神的座位 不信的人依旧是不会选择相信的 耶西别悔改了吗 耶西别听到了亚哈跟他讲 伊利亚索新的这一切的事情 三年半不下雨 他说一句话不下雨 三年半他祷告又下雨了 他悔改了吗 没有啊 耶西别没有因为耶和华的作为而悔改 所以看到这里我们想到什么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只要有足够多的神迹和恩典 就能让人信住 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不就在想 只要神迹够多像像使徒时代一样 只要恩典够多一祷告像成功神学一样 可以住大房子买豪车 可以考公民 可以去上最好的学校 或可以成为最有名的人 你上纽约市这个newsweek封面人物 我们教会的这些长老们执事们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各个拿到了诺贝尔奖 一下信耶稣就会变多 你以为足够多的神迹和恩典 真的能够让人信主吗 不是的 相反耶西别就拆迁人去见伊利亚 告诉他说 明日约在这时候 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 愿神明重重地降伐于我 其实原文就是愿诸神重重地降伐于我 他没有信神没有悔改 伊利亚见着光景 第三节说 救起来逃命 到犹大的别是吧 将仆人留在那里 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 来到一棵楼藤树下 就坐在那里求死 说要华罢了 求你取我的性命 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 我们先看第三节 伊利亚见着光景 约正宗的版本翻译成说 伊利亚害怕 传统说 看见 救起来逃命 到了犹大的别是吧 将同谱留在那里 圣经原文旨意就是 当他看见这光景 救起来逃命 也就是说 伊利亚是看见这光景 救害怕 然后起来逃命 我们看着几个不同的版本的翻译 放在当时的语境的中间 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一个逻辑的顺序 先是伊利亚听到了 雅哈的 这个耶稀别的警告 然后呢 他见着光景 就害怕 救起来逃命 所以是见着光景 害怕 逃命 这三个是一个基本的顺序 先是看 然后是怕 再接下来 就是逃命 如此强势的伊利亚 连雅哈都不怕 他敢直接去灭任雅哈 耶稀别只不过是让人 带一个口信 给他恐吓一下 他为什么怕成这个样子呢 弟兄姐妹 伊利亚是贪生怕死之徒吗 我相信不是的 如果是贪生怕死的话 他当初就不会去见雅哈了 但是 为什么如今 听到一句 从耶稀别来的恐吓的话 就吓得他 魂不附体 都不顾面子 爬起来就逃跑呢 我们永远都不要低估了 耶稀别背后的邪灵 对人的威慑力 有些东西就会让你害怕 当然了 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伊利亚 见着光景才会害怕 一个属灵的定律是 当我们的眼睛定睛上帝 我们就会毫无畏惧 当我们的视线离开了上帝 见着光景 我们就会害怕 你看他一个孩子 在他爸爸的怀抱里面 哪怕前面是雄狮 他都不害怕 但如果他的视线离开了父亲 哪怕是人山人海 他也一定会害怕的 因为人的安全感不是建立环境 而是建立一种关系 关系破损了 他就会害怕 有人讲啊 你看在万丈的悬崖上面 一个小鸟停在悬崖边的 那个瀑布上的一个小小的树枝上 那个树枝被风吹 被那个水冲一摇一摆 一摇一摆 鸟一点都不害怕 你以为鸟不怕的是树枝很结实吗 鸟不怕是因为他相信他的翅膀 弟兄姐妹 人的害怕怕在哪里呢 是他跟上帝的关系疏远了 人的无惧在哪里呢 我相信神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以利亚只怕见着光景的时候 他就会害怕 因为他将他的眼睛从上帝转向的人 那问题就是 以利亚见到是什么样的光景呢 不妨让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以利亚的处境中间 其实以利亚见到了上帝大明显的作为和伟大的恩典 都不足以让人悔改 以色列人固然宣现了耶和华是神 耶和华是神 但他的心却没有归向耶和华 他看到了这种光景 他见到人们哪怕知道耶和华是神 宣告耶和华是神 但是在他们的心目中间 他们所期待的 他们所最喜欢的不是上帝 而是巴尼化的馅饼 就是财富 地位 权力 繁荣和性 他们见到了 他以利亚见到的光景是什么 他见到了社会的冷漠 你看 耶稀别给以色列人带来了如此深重的灾难 这些人依旧是跟随耶稀别 而不是跟随先知 他也见到了国王雅哈 经历了上帝如此的拯救 他却没有悔改归向上帝 以色列人各自回家了 以臣服在这个耶稀别的淫威之下 依旧没有一个群众到以利亚那里去 所以以利亚总是说了好几遍 敬畏你的人 只剩我一个人 意思就是没有人跟我在一起 你看我是孤军奋战 孤家挂人 我连一个团队都没有 以利亚当时呼唤他们 你们到我这里来 如今雨降了 他们也就不需要 给他们祷告降雨的以利亚了 所以当他见到这种光景的时候 他的心里就灰心害怕 这种见到了人们 不肯到你这里来 不归向上帝 却追求巴尼的财富 地位和虚幻 谈媚巴尼的祭司 这不正是每一个做上帝 谱人的人最感到伤心 灰心和无力的光景吗 这种灰心和无力感 只有你体会了 你才能够理解到 以利亚的灰心害怕的逃命 反过来 以利亚的失败 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教训 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只盯着 人世间的光景 将我们的希望和价值 定位在人的归附上面 侍奉的果效上面 而不是顺服上帝的心意 我们就一定会灰心害怕 而且逃命的 就有点不想干的 但感恩的是 我们看看 以利亚逃到哪里去了呢 以利亚见着光景就害怕 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是吧 当初这个以利亚是从耶稣列这个地方 听到了撒玛利亚 从撒玛利亚所带过来的 耶稣别给他的信心 所以他吓得就逃命 一直逃到了别是吧 别是吧呀 他是犹大这个国家最南端的城镇 耶稣列是在北国 还是在北国以色列 那么先知是从耶稣列 一直逃到了最南端的别是吧 圣经经常说一句话 就从淡到别是吧 就指的是以色列 从最北边到最南端的地域 别是吧这个地方 你耶稣列到别是吧的距离 大概已经有了一百九十公里了 可见你看当时这个以利亚是怕得不得了 起来逃命 不仅仅逃出这个以色列 逃到犹大 而且逃到犹大的最南边 他为什么逃到别是吧呢 其实对犹太人而言 别是吧还有特殊的属灵的意义 当初亚伯拉罕和以色列 从摩尼亚地 摩尼亚地回来的以后 就住在别是吧很长的时间 他们在那地方祝坛 在那地方敬拜上帝 在那地方重新得利过 以色列在别是吧住了一则坛 求告耶尔华的民 如若的以色列在菲利斯地处处被人追赶 追赶到这追赶到了 最后他一直来一直来 退退退退到最南边的别是吧 超过了这个菲利斯人的这个势力范围了 他就在那个地方向神祝坛 在那里敬拜上帝 结果呢别是吧 其实是一个比较干燥的地方 但是上帝却让他在那里挖到了一口水井 就在他挖到水井的同时 菲利斯人跑过来跟他说 我们明明的看到耶尔华与你同在 不如我们两下立约 十年以后不要欺负我们 你看很有意思的 那个时候他只不过是一个家庭 那个时候他只不过是两个小孩 他却在别是吧那个地方 一个强大的菲利斯要跟他立约 因为他们看到 明明的看到耶尔华与你同在 所以你看人为什么会害怕呢 没有耶尔华同在 如果明明的有耶尔华同在 连菲利斯最强悍的民族都怕他 所以这个以萨就在别是吧那个地方 跟菲利斯人立约 然后他就给那个水井那个地方取名叫别是吧 别是吧就是立约的标志 那个别是吧的水井取名字叫别是吧呢 是吧就是立约的一个标志 别是吧就是蒙式的井的意思 井就叫是吧 别是吧就是这个西伯来文 就是蒙式的井的意思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是他们带来和平 与神相聚重新得利的地方 到了以色列的时代 雅各的时代 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往埃及地区以前 也是先到别是吧这个地方 跟神去献祭 所以看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 别是吧对以色列来说有一个象征的意义 它是代表了以色列的先祖认识上帝 得着恩典重新得利的地方 如今呢 以利亚也来到先祖当年基尼上帝的地方 他就像一个失落的孩子一般 重新回到他父亲的怀抱里 有这样的一个象征 好你说以利亚就停在别是吧 不走了吗 不是的 好到了犹大的别是吧 将仆人留在那里 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 来到罗藤树下 然后就坐在那里求死说 又罢了 求你取我的性命 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 以利亚没有停留在别是吧 而是更进一步 在旷野里面呢 这个又走了一日的路程 也就是说以利亚没有停在别是吧 继续向南前进 旷野在哪里 就是别是吧 继续往南 往埃及走 这条旷野 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旷野是什么旷野 我想我们上过圣经概论就很熟悉了 因为这个旷野就是以色列先祖们当年走过的地方 亚伯拉罕可能曾经在那里反思过他的人生 摩西在那里度过了八十年的岁月 领受了使命把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 然后他在那个地方接受了十条诫命 以色列人在那里度过了四十年的时间 在那地方接受了上帝的律法 在那地方建立了会幕 也在那个地方跟神立约 他们从此做上帝的选民 以利亚为什么要到旷野里面去呢 难道不正是在反思这样的历史吗 如今这个身心疲惫 慧心丧气的以利亚 也来到了他们的先祖与神相会的旷野 在走那一条路的时候 我相信他一定想了很多很多 走得太远 走得太累 又饥又恶又孤独又灰心 又疲惫的一定呀 就贪坐在一棵罗藤树下 想起了他的一生的经历 想起了以色列人的冷漠 虽然他是如此努力 上帝如此做工 也不建议以色列人回转 不建雅哈悔改 如今呢 上帝惩戒过 赐下饥荒 赐下恩典 赐下神迹 赐下安慰 赐下恩语 打也不行 劝也不行 哄也不行 给恩典 给糖果都不行 几乎所有的办法都没有办法让以色列人悔改了 所以孤独爱灰心的伊利亚 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他是多么热爱他的故土 可是呢 他们却把他赶走了 他是多么热爱他的同胞 可是没有一个人跟随他 对他是如此的冷漠 别人看他是围观的看他 不是去做他的同伴 他是如此的渴望他们悔改 可是他们却仓爱着巴尼 他们 这个 爱的是恩与 爱的不是赐雨水的上帝 他们要的是神迹 不是神本身 他们最爱的是能满足巴尼 这个化给他们的馅饼 有什么办法呢 伊利亚能够有什么办法 还能让以色列人悔改呢 所以原本伊利亚以为自己只要正逼一呼 以色列人就能悔改了 但如今上帝行的神迹焚烧了祭物 接受了祭祀赐下了恩与 伊利亚也深思历劫 倾到生命 可是这一切都不能让以色列人悔改 回归于上帝 他们一言不发 他们如此冷漠 他们看到了耶和华的作为 却依旧害怕和臣服在耶洗别的淫威之下 他们接受了上帝的恩典 却指望着巴尼给他的献兵 所以这一切都是他看到的光景 都是让伊利亚所害怕所灰心的 他坐在那棵罗腾树下 他想到摩西曾经在这里与神相遇 他想到了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 跟神立约悔改 归向上帝 以色列人悔改以后得生 犯罪了以后再悔改 神再次怜悯他们 想到他们的先祖在这里 跟神立约归向上帝 可是如今 哪怕伊利亚粉身碎骨 也无法唤醒以色列人的悔改了 所以灰心丧气的伊利亚 也许就坐在当年以色列的先祖们 坐过的罗腾树下 满是伤感的对神说 耶和华罢了 求你取我的性命 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主 什么叫不胜于我的列主呢 什么叫不胜于我的列主 你看以色列的列主 到底做过什么事情呢 也许在那以前强势的伊利亚 神经以为我一点都不会比我的先祖们差 我的先祖们曾经经了以色列人悔改 带领犯罪的以色列人悔改了以后 复兴 我肯定也可以 但是 到如今他看到的光景 却让他看到 我并不胜于我的列主 我不胜于我的列主 先祖曾经归向上帝 带领犯罪的以色列人悔改 复兴他没有做到 先祖曾经是那么刚强 面对法老没有丝毫的畏惧 而他面对耶稀别王后的一个恐吓 就吓得是如此惊慌失措 我以为自己一定胜过我的祖先 如今我才发现 我并不胜于我的列主 这不正是伊利亚看到的真实的自我吗 侍奉的果效没有了 我自己也并不比我的先祖更差 无论从果效 还是我的内心的世界 伊利亚都觉得他不如他的先祖 这其实就是伊利亚 所直面的那个真实的自我 他舍身取义 粉身碎骨 心胆引致 没有一个跟随者 因此伊利亚感叹说 敬畏伊尔华的 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侍奉伊尔华的 这个发现了伊利亚沮丧 他不求名 不求利 他不害怕强权 完全顺服 他唯一要求的就是在 灵命和侍奉上 可以超越他的先祖 突破人性的局限 但是如今面对现实 见这光景 伊利亚才豁然发现 我并不胜于我的列祖 你说伊利亚是一个超然 世外的一个神人吗 其实不是的 他是和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 他不在乎别的 但他很在乎自己 总要有一样超过别人的 那个是什么呢 就是他与上帝的关系 就是他能够带来 伊斯利的福音 伊利亚终于认识到 如果我有血血的超脱 那不过是上帝亲自的灵命和保守 我真的和我的祖先 是一样性情的人 其实到这里 不经意间 伊利亚经历了他人生 最伟大的突破 直面自我 直面我们最真实的自己 认识到自己和所有人 都是一样性情的人 他最大的敌人不是雅哈 不是耶稀比 甚至不是以色列人不悔改 还是隐藏到自己身处 藏隐不露的那个自我 这个自我 那个自我 总想让我 有一样比别人强 我就用那个比较强的地方 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我们人难道常常不是这样的吗 我追求别人怎么看我 我用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 我已经做了这么多 我已经这么努力了 难道你看不到吗 当我们有这样的预期的时候 其实那个才是我们隐藏在里面 拦住与上帝关系的东西 你看到在就业时代 被称为义人的约伯 当他失去了财富 地位健康子女一切的时候 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收取的是耶尔华 赐予的是耶尔华 耶尔华的名字应当称颂 每个人都觉得他挺伟大 其实他还讲过另外一句话 常常被我们忽略的 他怎么说呢 他偷偷地说了一声 轻轻的话 我所恐惧的领导我 我所惧怕的领导我身 他惧怕的是什么 惧怕的就是我失去这一切 我怎么办 我失去了名义地位 怎么看 他惧怕的就是别人看他 哦 这个约伯并不比我们好到哪里去 这个约伯可能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虚伪的家伙 他惧怕的 正是他不敢说出来的东西 人的里面 往往有一个隐藏在那里 不像 没有像神去承受 没有告诉自己的家人 甚至自己也想的很少很少的东西 上帝要炼击一个人 其实就要让我们直面 我们里面隐藏了那个真实的自己 以利亚最终面对了 难道上帝不知道以利亚 会有这样的情情吗 难道他不能带以利亚说 你像以前一样 等到这个雨降完了以后 你就回到旷野里去吧 他为什么还要到耶稣里 为什么还要被 让他被耶洗别恐吓 在恐吓的时候 难道上帝不要提醒他 不要怕 我在这里 如果你看到你的孩子 惊慌失措的时候 在那大声喊叫 妈呀 爸爸 你会假装没看到吗 你不会吧 你会跑过去 给他一个拥抱 说孩子别怕 爸爸在这里 我跟你在一起 但上帝为什么不对他说话 让他跑了一百九十公里 又让他在罗腾树下 求死神才跟他说话 就是要让一个人 走到一个尽头 才让他去直面自己 那个软弱的自己 去直面他 我们看到 生命需要突破 灵命没有境界 突破是什么 是达到某种境界吗 No 生命需要突破 灵命根本就不是某种的境界 去可以表达的 灵命只有不断成长的路 没有安全无语的境界 只有灵命不断成熟的阶段 成长的路没有止境 每个人都是靠着 唯一的一条基督耶稣的十字架的路 走向父神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只有恩赐不同 没有大小高低 只有职分不同 没有尊贵被见 突破是什么呢 是除掉我们与神相亲的障碍 胜过我们人性的自我的设限 我觉得这不行那不行 这是我们的自我设限 好让我们与神的关系畅通无阻 对上帝旨意的顺服不讲条件了 对上帝大能大爱的相信 没有限度了 这其实就是我们的突破 弟兄姐妹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 我的灵性 他的灵性到达一个层次 别人比我们更高级一点 不是这样的 每个人都是罪人 都是那个并不比我们的祖先更强的 有罪的罪人 唯独基督 唯独恩典 唯独救恩 唯独十字架的那条路 到神的面前去 但灵性确实有阶段 需要成长 圣女大德兰 他不是这个印度那个德兰修女 他自被称为一个灵性的大师 他写过一本书 就叫做西城楼塔 西城楼塔 他把这个灵命的长径 描绘成像楼城一样 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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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呢 没有把这个楼塔取名字 哪一个阶段 是你灵性的什么阶段 他没有取这个名字 我勉强啊 把他这个对灵性的描写 分成这七个名字 不一定很对 只是我读这本书 给我的一个感触 他讲基督徒生命成长 第一个阶段 还是属肉体的 我信主希望能够给我带来好处 你看这个神能够帮我解决一些事情 这种基督徒名义上是基督徒 他们知道上帝真道的美善 他晓得教会的弟兄姐妹很有爱心 他这个似乎并没有下定决心过圣洁的生活 他们加入有形的教会 但是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并没有改变 价值判断 仍旧停留在世界的标准的中间 他们还会有嫉妒纷争 有这个诡诈欺骗 照着世人的样式去生活 他如果在教会奉献 他希望别人知道他奉献 他如果带来食物跟大家分享 他希望别人知道他带来食物去分享 还是在一个属肉体的阶段 他们不清楚恩就恩 也没有得救的确据 他们的热心往往都有一个 人性被感动的那个目的 第二个阶段是得救的基督徒 他们敬畏上有真诚的侍奉 有得救的信心 能够觉悟来世的全能 有分别为胜的决心 以属灵的价值观作为判断 以及选择的标准 但是内心中依旧有诸多的 这个烦恼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 他是在灵和肉之间挣扎着 有励志未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的 灵和肉的挣扎 看到这里的时候 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 觉得你是第一类呢 还是第二类呢 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 是属灵的基督徒 他们有许多得胜的 这个经历上帝的经历 他们活着释放和自由 并能够在生活中间 赤字一横地活出美好的见证 他们的侍奉有清晰的意向 他们不仅可以教导人 也能够有影响力 实际的影响力 他们已经走出过去的罪咎 罪性已经不太能够 轻而易举地影响他了 他呢更多地思考上帝的事情 并且有了自信 能够比较清楚地明白 和自由地遵信上帝的旨意 但是在爱心上 他们还有一些欠缺 他们常对自己的要求 用对自己的要求去要求别人 他这么要求自己 也这么要求别人 这个因而会对人呢 常常会有一种失望和苛责 保罗第一次旅行 不到接受后 不肯在接纳马可 大约就是在这种 属灵的光景中间 在灵性的造就中间 有人把它认为这种光景 OK我们现在看到了 三个属灵的层次 属肉体 得救和属灵的弟兄姐妹 那我能不能挑战一下 有多少弟兄姐妹 觉得你到了属灵的这个阶段 我举一下手 看一看好不好 圣明举了一半的手 OK 有多少弟兄姐妹 觉得自己还比较属肉体呢 OK 也有几个人去举手 有几个人举手 OK 我觉得你 你不觉得我们中间 有一些还是觉得很 到属灵的光景 属灵的光景不是完全 他还有对人的苛责 有 不是完全的 那第四个呢 是得胜的这个阶段 这类基督徒大约的 有人说他像 像一个什么样的光景 他已经能够在神人 和自己的那种关系中 表持一个 保持一个很中道的关系 我们所熟悉的 很多属灵的伟人 约瑟 摩西 亚伯拉罕呢 他们敬畏神 远离恶世 能够纯属的按照 圣经的教导去生活 他们对上帝敬畏 但有的时候缺少一点爱 他们相信上帝 但与上帝的关系 多半是在一种 共同遵守的神人的关系 准则中间 而不是亲密无间的 那种爱情的关系 跟上帝只有那种 亲密无间的爱 正如约伯献祭的时候认罪 还有隐藏的恐惧 一旦经历了 丧子失财的痛苦以后 约伯就说 我所恐惧的领导 我所惧怕的领导 我甚 说到底 这类得胜的基督徒 其实还是有改善的空间 他里面其实还是有一个自我在里面的 就像以利亚 没有经历第四次 这个灵命的突破以前 他其实还有一个自我 希望我有侍奉的果效 能够被认可 第五种呢 他说的是与神契合 在这种的楼宝台的基督徒 他很像这个中国庄子 手下描写的那个神人 那种逍遥自在 后来的摩西和以利亚 在圣经中间就被称为神人 他们经历过死因的幽谷 就像这个经历四年后的摩西 的约伯说 我先天风文有你 现在亲眼看见了你 这一类的基督徒 他们与神的关系 没有丝毫的隔膜了 他能够放下自我 没有任何的虚伪 呼得完全的真实 展示出来的 就是可以完全展示的 你我今天 其实还有一些 不希望别人看到的东西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但是这一类的基督徒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给别人去看 没有什么羞辱上帝的事情 他们完全明白上帝的旨意 也能基本于上帝的旨意契合 他们能抵挡魔鬼 得胜各样的试探 他们的心向世界的门 已经关闭 向上帝完全敞开了 好 最后两种 我很难说 我们已经很有 他是形容第六个 是亲眼建筑的基督徒 完全与神同工 活在世界 有超脱世外 他们甘心以为主 受苦为荣 这一楼台的保罗 似乎在侍奉中 保罗也讲了 他说 你们当效法 我向我效法基督 然后他还说 按我的意思 若长守节 更加蒙福 我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 他的有一些伦理道德的要求 不是常人可以遵守的 他说被神的灵感动了 可能是到了那一种灵性的境界 所以晚年的时候 他还写信说 把马可带到我这里来 因为他在属灵的工作上 对我是有意义的 他在年轻的时候 他说 我一点都不比了 最小的使徒小 到晚年的时候 他说 我如同未到其爱 落得胎一样 我如今蒙了这样的恩典 是完全靠上帘的怜悯 而不是像他年轻的说 我一点不比他们差 所以如果说 那个时候他是得胜的话 现在他是亲眼建筑的基督徒 最后一个阶段 在大德兰的笔下是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加拿大书二章二十节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顶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在我里面活着 等等的 这种境界的 我们看到保罗 当他那种灵性的境界 似乎是活在完全与神 契合的楼台上面了 为主完全破碎以后 事说的一切都不能调 其他感情上的涟漪 上帝的价值观 上帝神圣的同在 以基本能满足人性的需求 像世界他已经死了 像基督他永远活着 当然了 读完这一本书的时候 作者也提醒我们 不要以为我们到达 哪一种境界 我们就长生无欲 有的时候 很属灵的基督徒 他也可能会犯罪和堕落 会向后退 那很糟糕的基督徒 他也可能会突破他的生命 带来与神更亲密的关系 伊利亚直面争我的突破 我想 我想辨识这种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的这种存词了 在这里我们学 在这里我们学会了 不再是以事物的果效 来自我的评判 不再以带领多少人信主 让多少人悔改 建立了怎么样的教会 取得了多少人的认可和成就 来判断自己的价值了 乃是出掉老我 直面争我 唯独上帝了 曾经见到一个朋友 他的名片用几页的纸 折起来的一个卡片 那个属灵的头衔 大概有138个 各个这种头衔 138号 我没有完全数了 别人数过 他有130多个头衔 好多年后 我再见到这个先生的 这个人的时候 他已经把他好好的一个 我再说你们都知道是谁了 这个一间大的出版社 被他搞的亏本 被他搞的亏本 后来有一天 现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聊天 是我就聊的 如果你那138个要变成一个 你的图书馆可能还在 就是出版社可能还在 人呢 为什么需要这么的头衔 打在卡片上呢 就是需要人的认可他 人来认可他 你想今天我们如果去介绍 马斯克的时候 恐怕在这里 你不会去说 这是某某公司的CEO 说这是马斯克 你知道这个巴菲特 是什么公司吗 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巴菲特这个人 对不对 其实人呢 不需要用成就去衡量他自己 伊利亚 当然说 我不适应我列祖的时候 去直面自我 直面他的自己了 在这里 完全不是以别人的认可和成就 来判断自己的价值 而是出掉老我 直面真我 围堵上帝了 伊利亚是人性人 寻求上帝的典范 我们的人生 其实也需要这样的突破 经历什么样的突破呢 首先我们要突破畏惧 迈进侍奉 我知道在我们教会里 还有很多人想侍奉 怕 你不是完全的才侍奉 而是侍奉了以后 才变得慢慢的完全 人人为生 人人侍奉 这是我们红河谷华人教会的口号 只有侍奉了 只有那样的精力 你才有使命感和托福感 你记得吗 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 跑到纽约去参加一个人的追思里面 为什么 因为在那传福音上面 他花了很大的代价 你知道你侍奉就有感情 有一队的弟兄姐妹 几乎每个礼拜都会跟我分享 我的印象中间 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有一次 他侍奉的几个人 怎么侍奉的更好 为什么 你有责任心的 有侍奉就会成长 第二个 虚极隐藏彰显基督 当你去侍奉挺好的时候 人人都觉得 你有这个恩赐 有那个恩赐的时候 我们要谦卑 这是神做的 神给我的 隐藏 第三个阶段 无忧 你进入侍奉的时候 可能在生活中间 要学会完全仰望上帝 最后呢 要揭开真我 唯独上帝 直面我们内心中 所隐藏的那一切 好让我们更加回归上帝 最后我想再一次提醒 各位弟兄姐妹 也以此自免呢 我们总是幻想 您命可以进入 某种的境界和道行 然后我们从此以后 就达到了某种境界 风雨无阻了 这其实是受中国道家和儒家思想的影响 道家很有意思 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是修来生 只有道家修今生的 几乎世界各个国家的宗教都促进 他的这个民族的合一 但是中国的宗教很有意思 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宗教 连佛教都基本上到中国来了以后 这个反对政治就开始利用本土的宗教 当然这不是我们要表达的 道教和道家之不同 柏阳先生的一句话说 就像狗跟热狗不同 那么这个道家的这种思想 道教的思想让我们以为达到了某种境界 其实道家的思想就提醒你 我们要永无止境地去追求与道的天人合一 人性从来就没有完全靠着自己的修为 能够达到一种万无一时的境界 而是时刻活在上帝的保守中间 我们才能胜过人性的败坏 我们需要去直面我们自己 内心隐藏的那个礁石 藏在那个地方的东西 除掉我们与神相亲的所有 名利地位享乐安逸 特别是我们所害怕的东西 以及赤凤的果效 这种巴黎的偶像的阻碍 好让我们与神完全地相通 就像以利亚 除掉那个巴黎以后才发现 原来侍奉的果效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不就是侍奉的人另类的巴黎吗 愿主帮助我们检查自己 除掉我们跟神和人之间 所有有形和无形的障碍 好让我们的灵性突破 从人的性情进入到神的性情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 我们的人生 事与事业和我们的教会 都需要一个完全的突破 求主你帮助我们 检查看拦阻 与你之间 没有那种完全亲密无间的关系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拦阻 求你出去 你给我们勇气 直面真实的自己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间 被伤害过的自己 一直没有勇气去直面的那个部分 像以利亚一样能够坦然 我并不胜于我的列祖 来坦白那一个真实的 还一直渴望胜于列祖的那一个自我 好在你的面前 不再由我来是基督了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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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